名言力挺台灣 這位就是一月在國會質詢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的 加拿大國會議員古國 當時他問杜魯道 政府是否支持台灣 參與關於武漢肺炎的國際會議 有趣的方式 讓看過影片的台灣人印象深刻 請問杜魯道 這是一個關於台灣的問題 古不敬日接受新唐人節目專訪 他表示 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中 具有觀察員的地位非常重要 香港人的健康和健康 是關於國際接觸的反應 而在這方面 台灣人的觀察員身上的位置 這因此我提供首席主席 請問杜魯道 古博表示 台灣已經有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 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是世界最繁忙的機場之一 台灣參與國際合作尤其重要 像是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航組織 古博並對國際民航組織 將台灣歸為中國的一省 感到非常失望 面對武漢肺炎 古博對中共的防疫能力和透明度表達擔憂和質疑 但也稱讚台灣的防疫 節目播出後 許多網友留言呼應古博 台灣就是台灣 有網友表示 很難想像一位外國的議員 會如此重視台灣的主權議題 並且站在十分重力的立場 李信分析出 為何加拿大應該要支持台灣 有大陸網友寫道 希望台灣人能夠保有現在的多元文化 和民主自由的價值 中共沒有一個官員 能夠做得像全時中官員那樣 關心人民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麒麟 綜合報導 朝視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